丙姊妹平安 我是林曹斯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四章15至24节的经文 继续从以色列人过约大河的经历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 以色列人过约大河的经历包含了三个元素 过河 约柜和石头 他们是代表着神拯救 神同在 神施恩的记号和见识 这个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27节很清楚来说到 这是以色列人要永远记得的事件 而是世世代代不可以忘记的历史 更是父亲代表着上一代 会承担起传承给子孙代表着下一代的重任委托 当中包括了有两方面很重要的传承 就是约书亚记四章24节所说到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里面的神 第一个要传承的就是传承神的大能 约书亚记四章23到24节说过 因为耶和华里面的神在你们前面 使若淡河的水干尿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里面的神 从前在我门前面使红海干尿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神是要人知道和记得 祂是大能的上主 祂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处境都可以施展神的大能力 而亲身经历神能力的人 也要成为主的见证人 不单只是在家里面为主传承 见证 同样要在社区群体里面见证主的大能 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这就是神子民应当承担的大使命 亦是向世人宣教的使命 第二个要传承的 就是传承对上主的敬畏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里面的神 昨日的经文 是提到约书亚记四章十四节所说的是什么 就是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在他平身的日子 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虽然神令到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受到敬畏 但神指民最重要的是敬畏上主 是对神忠诚不变永远的专属敬畏 而且是诚心诚意专一的侍奉主 也要警醒不要以敬畏人代替敬畏神 当以色列人他们懂得敬畏神的时候 他们懂得害怕神的时候 他们的敌人就变得更惊慌 明天我们看约书亚记五章一节 他说到约书亚西岸阿摩利珠王和地中海沿岸的迦南珠王 听说上主使约大河干绝 让以色列人民走过去 就都心惊胆截 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指民 要以敬畏上主的生命去侍奉主 见证主 就一定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 这段时间我们读约书亚记 是从约书亚的生命里面学习敬畏上主的功课 就是要谨记一个受人尊崇的基督徒 是因为神大能的工作 不是靠人的能力 人的自夸 而受人尊崇敬畏的基督徒 更加是要带领人来敬畏上主 尊主伟大 经历主大能的作为 以至可以在教会群体当中全成见证 又在世人当中扩展神的国度 彰显上主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 陈来天父 你是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 你仍然在全地上高 施展大能 显明你奇妙的作为 你又是独一的创造主 是配得万民尊崇敬畏的上主 求天父帮助我们 反思自己可以留下 一些什么给下一代 又有一些什么可以传承下去 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圆圣灵引领指教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 将上主恩典传承下去的子民 求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